李志同 阿莫找人伤害你 才像救世主一样出现 又授予他们栽赃余味 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的 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就是一个女的 她戴着一根项链钻石的 上面有一颗蓝色桃仙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 林国父死了 灵溪同侠 我们不都是想趁这点机会 挪点钱吧 葬礼那天来了很多讨债的人 我爸欠了很多钱 要我还钱 我爸还气出了脑衣心 阿莫不可能会伤害我 他应该是有什么原因 林小姐 林千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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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初雨刚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 有没有伤到哪儿 秦莫洋 那天你救了我之后 好像从来没有问过我 我为什么会在地下车库 你难道不好记吗 你想问什么 迟山说那些人是你找来的 还说你找他谈合作 想要骗我的钱 他说的不是真的对不对 你不用说 那就是默认了 我没有默认 只是有些事情 你不知道的好一点 是你跟我说的 保镖和雇主之间应该绝对的信任 但是你从来就不肯对我真正的坦诚 保镖的职责就是为了保护雇主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 我想要的 只是你的一个解释 如果你什么都不愿意说 那你可以走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 既然你不是周末 那你就不是我爸前来的保镖 那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合同契约 你 现在就可以给我离开林家 既然林小姐不需要我了 我走 我走